好久沒見過他們這麼開心地跑了 好感觸啊 吃了早飯現在入夜出發 希望去過沒什麼人的地方可以讓他們跑一下 我們就拍了在科學園的P2停車場 看看多像一個小時 18元一個小時 現在晚上出街好像打喪屍一樣 我們去到一個沒什麼人的地方就是科學園 這裡晚上暫時一個人都沒見到 在疫情之前我們都來過這裡吃晚飯 這條片的片尾會介紹之前在這裡吃晚餐的兩間餐廳 有些爸爸呢 這裡現在晚上一個人都沒有 可以放心一點帶他們在這裡跑一下 好久沒見過他們這麼開心地跑了 好感觸啊 海旁這裡很多餐廳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呢 餐廳關了 所以這裡的人流就會比較少 這裡有個白石角海濱長廊的狗公園來的 這裡是一條沿海的海濱公園 白石角公園呢 全長有兩公里 走極都走不遠的 哇 住在這裡呢 好正啊 全部都有大露台 又沒有汽車走 不過下面有單車勁啊 不能住低層 因為會看到你家在做什麼 太近行人區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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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學園很漂亮啊 不要說小狗 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到了啦 就是這間 from restaurant Curvy的聖誕禮物 送乳鴿這麼好 讓你半隻乳鴿 哇 韋肥雞 這是巧克力牛牛 綠茶流心煎堆 火燕菠蘿炒飯 上次介紹了科學園二期的龍 這次介紹另一間叫做 迎海四季可以吃火鍋 迎海四季 這裡除了吃火鍋 還可以點小菜 看著海景 雖然晚上看不到 然後可以吃火鍋 還可以帶小狗 會不會吃火鍋 喝醬 馬上吃火鍋 你會沒點火鍋 煮火鍋 煮火鍋 滾到才入台嗎 對啊 一碗的 煮火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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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外鍋 一碗的煮火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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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完飯就在海邊沙步 很棒啊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麻煩你希望你可以多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隔壁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Bye Bye